兄弟三人在场上吵闹不断 在大哥二哥眼中 父母的房子就是父母的房子 是小弟要霸占 但是小弟却认为 房子是自己翻盖的 所以就是自己的 兄弟三人各说各的理 谁也不让谁 那么大哥二哥 为什么会不认可小弟的说法呢 我跟您这么说 我父亲那个院啊 也就是三间房 还有一个偏差 可是呢 那时候我们俩的面临大了 我是老大 他是老二 父母说咱家这三间旧房 还有这一偏差 你俩结婚肯定没事接 连父母住咱们不够住 我父母呢 就是申请了 就盖了四间房 我父亲也给了 我老兄那两间房 无一的区别 就是说他也讲房子旧点 我们这房子呢 是我父亲给我们批的清盖 但也不是说怎么好 但是说他这两间房的地方 相当于我俩四间房的地方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一间房 还有一偏差 是我父母的地方 那至于到后来拆迁的时候呢 为什么你们觉得这个房子 就是父母的是父母的 弟弟的是弟弟的 不能掺和在一块 那本身那一院财产 都是我父母的不是 我父母给他两间房 已经给到了 那边两间是我父母的不是 那我有那院里 有我父母的地方不是 那可不不那个财产口 就是我父母的 两位大哥 你们对这套房子 有你们的想法吗 我觉得这个里头是由父母支配 是由父母的房产 那就是您的意思 就是说父母说什么就是什么 应该尊重父母的选择 由父母分配的 父母都偏向谁 多给你点赏 你点是他的事 您都能接受对吧 对不对 比如说这非得都给你 但是不符合我的 那二哥呢 二哥怎么想 反正我也是这种 当时我也没把这个房产 看得那么重 我就说了 爹妈生我们四个孩子呢 他有权利分给那一方 这是爹妈的权利 谢谢大家